中共的清零政策重創在華的外企 蓄勢很多企業考慮將投資轉移到中國以外的地區 中共喉舌新華社在5月12日發文 呼籲外商不要離開 疫情考驗會過去 但是外界高度質疑清零的政策是否有效 新華社在民中開頭就提出 中共的疫情管控措施 令到外國商會擔心 一些外國公司會考慮中國的替代選項 文章還幾次提到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 還試圖向外企保證清零政策的好處 文章請求外企從長計議 選擇與中國共同克服艱難的時期 但是對傳染力極強的中共病毒 新冠病毒變體Omicron採取清零政策 令外界高度質疑它的有效性 並且擔心中國境內不同地區會不斷出現封鎖 解封遙遙無期 導致企業長期陷入困境 在華歐洲和美國企業 已經對越來越不穩定的投資環境表達了擔憂 世衛警告清零不可持續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在5月10日明確表達了世衛的看法 他說鑑於目前對COVID-19的了解 北京的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 譚德塞還說 世衛已經與中國專家討論了這個問題 他說增加對該病毒的了解以及更好的抗疫方法 也表明是時候改變策略了 譚德塞的清零政策看法 以及建議隨後遭到中國社交媒體的封殺 專家說 只要清零政策在 譚經濟刺激無用 在清零政策重創中國經濟的情況下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最近要求全社會全力以赴 通過基礎設施投資提振中國的經濟 亞府財經說 這個表明北京內部日益擔憂經濟增長前景 中國揭皮書 首席執行官表示 中國如果堅持清零政策 而且控制不住傳染 任何刺激經濟的政策都無異議 中國揭皮書首席執行官 尼蘭米勒 告訴亞府財經知道 如果40%中國人口被封鎖 或者中國40%GDP被封鎖 你可以隨意去談論刺激政策 但你要刺激些什麼呢? 米勒說 你不會有常用選項 以正常的方式為經濟注入活力 所以你知道 他們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境地 第二季度有可能面臨一場絕對的血洗 外國商會說 如果不改變清零 外企會繼續用腳投票 5月5日 中國歐盟商會 簡稱歐盟商會 發布報告說 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 歐洲公司表示 中共對疫情的清零政策 嚴重打擊了他們的供應鏈 他們被迫削減員工 降低收入的預測 其中近三分之一公司表示 他們會進行裁員 清零是行不通的 因為世界已經學會和COVID-19共存 而且中國、中共必須改變戰略 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說 我們要說的是 如果你不改變清零政策 我們會用腳去投票 去其他地方投資 在華的歐洲企業 越來越希望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市場 根據這份內部調查 在372間做出回應的公司中 有23%的公司正在考慮 將當前或計劃中的投資移出中國大陸 這是一月份調查的兩倍之多 也是十年以來最高的比例 還有大約78%受訪者表示 由於所謂的清零政策 中國大陸現在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降低了 在4月8日寫給中國國務院 和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的信中 歐盟商會明確地說 帶規模檢測和隔離的舊工具箱 無法應付Omicron變體帶來的挑戰 除了在華歐企之外 在華美企也因為清零政策 降低了投資的信心 中國美國商會 簡稱美國商會 5月9日表示 58%在華美企調降全年營業額預期 51%美企將會減少或者延後在華投資 美國商會主席華光臨表示 當局的防疫措施打擊了美企 在華投資的信心 企業在隧道的盡頭 仍然看不到任何的曙光 華光臨說 我們準備應對今年夏天外國人才的出走潮 越來越少海外員工 願意接受在中國這裏的積決 中共清零政策拖累全球經濟 官媒仍大使吹捧 儘管國際市場研究機構近日發布的報告已經表明 中共為了清零實行的封城措施 和俄烏戰爭拖累了全球經濟增長 並將物價推至新高 但是中共官方喉舌媒體仍然大使吹捧 說動態清零為中國和世界經濟 帶來更大的確定性 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 5月12日開文說 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不僅為中國發展創造了一個更健康、安全、穩定的環境 同時也造福世界 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確定性 文章聲稱 在堅持這個政策的基礎上 中國的經濟釋放出巨大運升和活力 中國成為全球投資者的熱土 文章還聲稱 中國經濟在2021年取得超預期的成績 引資規模和年創下歷史新高 2022年第一季度 中國吸收外資仍然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堅持動態清零 堅定了長期投資者的信心 中共清零政策已經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而事實上 中共的清零政策已經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投資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撤離中國 國際金融協會 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 中國3月份外資流失高達175億美元 創歷史的新高 外流資金包括112億美元的債券 其餘是股票 來自中國官方的數據也顯示 近幾個月來 外國投資者在債券市場的退縮幅度達到創紀錄水平 中共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數據顯示 今年2月 海外投資者正拋售350億元人民幣 大約是55億美元的中共政府債券 是有紀錄以來單於最大減持 拋售在3月份加速達到520億元人民幣 大約是81億美元的新高 國際金融服務公司摩根士丹利也在同一天預測 儘管各國央行收緊貨幣政策 以控制創紀錄的高通脹 但是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 將會不到2021年的入換 原因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 以及中共收緊疫情防控措施 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在報告中寫說 中國收緊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導致工廠停產 並抑制了國內需求 對中國經濟造成了打擊 出口增長放緩至兩年來的最低水平 國際市場研究機構《標普全球》 也在4月2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表示 中國和俄羅斯將全球經濟增長 拖至22個月的低點 並推動物價上漲至歷史新高 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首席經濟學家 克里斯.威廉.姆森在5月6日發布的報告中表示 今年4月 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方緩至 2020年的第二季度衰退以來的最低水平 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急劇收縮 拖累了全球經濟增長 報告說 這月方緩的兩個關鍵因素 是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 以及中國大陸持續封城 因為中共當局 堅持通過封城措施 來壓制中共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